这就是中国第一女权武则天在这里办公的地方 金碧辉煌啊 对面的那个位置是武则天登机的位置 应天门 中国第一软饭王薛怀义 把这盖了又烧烧了又盖 武则天都没有砍他的头 软饭硬磁 到这才知道以前的窝国 后来被武则天命名为日本 应天门巨气派 但在外面看就够了 晚上好像更好看 买票就没必要了 里面没啥好玩的 龙门石窟的艺术成分贼高 唐代的雕刻技术也贼好 据说这个最大的佛像是以武则天的神帽来雕塑的 据说很像 但如果非要比个高下的话 我个人还是喜欢云岗石窟里面的更多一点 这是后期加上去 这是假的吧 比叶是什么鬼 在洛阳基本都可以看得到这样 洛阳吃东西最火的店把大家踩坑了 好吃性价比高 一百块钱 能吃到你保中保 而且非常好吃 但是排队很难 去过那么多的古城 唯一这个感觉不穿汉服进去 你就是个土狗 洛阳古城推荐大家来 这边美景特别的多 推荐晚上来看 会 kneel下 我也要保证